另外还有大卖场的DM 经常成为了消费者的省钱宝典 但是呢 消机会抽检了全台湾12家 大型的连锁卖场跟药妆店 发现了这些卖场上的DM 几乎呢 没有标上特价跟原价 到底差多少钱 也没有说明促销商品 到底有多少件 供货量不足 也经常呢 让民众扑空 甚至呢 还会在DM上注明说 价格跟商品仅供参考 这么全台呢 有高达九成的业者 都是用这种DM在呼隆消费者 有被骗的感觉 对 锁定DM上的特价商品 到卖场才发现 整间店卖的一见不慎 我倒是有遇过 它有特价的东西 我特地来买 结果它没有了 有时候你写数量多少 到底它是不是卖完 你又不晓得 看到DM特价商品 别高兴得太早 很多商品数量不多 消费者常常是白跑一趟 你就不会去看DM 你觉得它标示不清楚 对标示不清楚 我会再 再会去比较看看 别以为DM写的都是对的 之前中天新闻 就曾经在大卖场发现 标示特价的 其实并非真的特价 买一送一的靴头 竟然比单价还贵 没想到消极会调查后 DM不实的状况 依旧严重 别以为DM写的都是对的 大卖场DM最常见到的 就是不会告诉你 特价商品的数量 DM商品上的售价 字体特别粗 不过没讲清楚原价跟特价到底差多少 甚至还注计 售价跟商品仅供参考 根本是对消费者争效 这些其实都是不合法的 如果说今天你艺者为了这个促销 你都不讲 那然后去那边你跟消费者讲说 他这个已经都卖完了 这个这样的话会误导消费者 就导致这个不公平的竞争 消极会偷查全台湾12间连锁卖场 包含大润发 爱买 加勒福 顶考 松青 洁生 超市 美联社 全联 宝牙 美华泰 去城市跟康世美 特价商品的DM标示 有九成根本就是在糊弄消费者 这些情况业者屡次不改善 依照公平交易法规定 可开罚5万到2500万元 不过罚规罚 消极会公布半个月了 业者依旧我行我素 想把DM当成省钱宝典 可得多比较 以免反而成为原大头 追求的刘一清 黄佩如 高雄报道